海底发生严重的事故 虽然造者都指向了包商疏失 却也凸显出台铁诸多的内部问题 又因为最近几年公安意外的不断 改革声浪四起 公私化和民营化改革的可行性 也再度引发讨论 学者认为 全民营化可能会衍生 内部经营管理的问题 应推可能会面临到基层强烈的反弹 台铁不但资产相当的庞大 还有居额负债 如果推动公私化的话 将面临到切割资产的正统期 百年老店台铁 长期以来缺乏效率 导致亏损 该怎么进行体制的改革 多年来一直被拿出来讨论 而最直接的方式 就是民营化 公私化 但谈了这么久 台铁改革依旧原地踏步 归纳原因 除了来自基层的压力 主要还是多年来 累积的财务黑洞 根据统计 台铁从67年来 首度出现亏损后 几乎年年亏损 累积到109年 亏损金额1241.18亿 负债金额更创新高 来到了4079亿 学者认为台铁一定要改革 民营化方向 可借进高铁模式 我觉得高铁高捷 目前相当程度 公有民营 我政府给你补贴 都OK 就是后面要有 明确的一些绩效指标 台铁改革刻不容缓 外界提出可借进日本 将国铁分割民营化方式 但恐面临票价高涨 以及内部管理员工的反弹问题 至于台湾高铁的BOT模式 则是国有民营 高铁在原始股东减资 供股增资超过六成后 开始转亏为盈 不过有学者建议台北捷运的车路分离经营模式 更中庸 比较可行 但台铁的资产非常的庞杂 尤其是土地 恐怕得面临分割 该怎么分割 如何估算 挑战相当大 学者认为台铁要改革 就要减轻资产 一分为二 甚至一分为三 资产管理分开营运 残弱的体质才会改变 不过阵痛期 恐怕要花上五到十年 会是很大的工程 记者朋友有些请问台北报道